台湾总统马英九 星期二就电台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指称他收取了鼎心集团两亿台币政治现金仪式 提出了法律告诉 稍早的时候 台湾最高法院的检察署特别侦察组 也已经就在项指控展开了调查 我们联系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 请永泰来介绍最新的发展 永泰你好 永泰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所谓政治现金指控事件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 那么电视台的主持人周玉寇 他几乎以每日一报的方式来指称 台湾总统府内 当然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官员 还有马英九总统 收受了鼎心集团的政治现金两亿台币 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敏感呢 那么事实上台湾是有政治现金法的 如果按照法律来走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因为鼎心集团 现在台湾的名声非常不好 那么鼎心集团 它本来在台湾是一个小油厂 那么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几年前 应该是几十年前吧 到中国去发展 那么制造了 以及发行了这个所谓的 很有名气的这个康师傅方便面 因此而大发 赚了非常多的钱 他们几年前呢 以这个鲑鱼返乡的这个姿态 回到台湾投资 那么也非常的受到欢迎 但是呢 经过这个最近的这个 今年的黑心油的这个食品 还有一些事件的这个爆发之后 发现 鼎心集团呢 都名列其中 而且呢 他们近几年在台湾的投资 事实上并不大 而且跟台湾当地的银行呢 反而带了非常多的这个 带了很多的钱 因此鼎心集团 现在在台湾的名声非常不好 有点像过街老鼠 不要说一般民众了 那么政治人物 当然不敢和鼎心集团沾上边 因此如果被说成 是鼎心集团 鼎心集团 靠着这个总统府内的这个关系 按照中国的说法 靠关系 那么赢得这些 银行的贷款的话呢 那么当然这个 总统府是不能承受的 因此呢 马云洁总统 在今天对周玉寇 提出了法律造作 林森 永泰那刚才你谈到 就是台湾是有关 有一些法律 来规定这样的政治献金 这样的事情 那为什么马云九总统 还要如此就是这样 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要提出告诉 那么当然是因为这个鼎心集团 它现在台湾 等于算是这个黑心 企业的这个代表 如果你和他沾上边 表示说你和他 今天是有一些利益输送的 但是有些不法的 这个勾当在里面 所以马云九是必要 提出法律诉讼 那么还有就是说 马云九不断地强调 自己的这个清廉形象 是不容这个被这个挑战的 因为他必须要对周玉寇 提出法律的这个告诉 那么在周玉寇方面 是表示了 他说欢迎来告 那么他也希望呢 因为他的这个指控啊 那么现在司法单位 已经介入调查了 他也希望那么真相 能够大白 永泰最后再简单地说一下 就是这个特别侦察组 目前的调查结果有了吗 现在呢是还并没有 调查结果出来 但是呢他们已经约谈了一些 这个总统府的重要的官员 那么像是台湾的前总统府 郭秘书长这个罗先生啊 他就表示了 他希望周玉寇啊 能够停止这场闹剧 那么就此为止 那么他觉得这场 指控呢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林森 好 谢谢永泰 这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从台北的连线报道